Hello 大家好 我是Ivy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0個出廠率極低的居家用品 好 這個主題呢 我是昨天洗澡的時候突然想到的 在邊洗的時候邊望向我家浴室角落的某一個東西 就想著 這是不是 然後呢 我就開始跟著我的整邊人聊聊說 Baby Young 你覺得我們家有什麼東西 使用率真的真的非常低的 然後他就講了一些裝飾品 我想說不對 使用率非常低的居家用品呢 前提是他是用品 他是要拿來使用的 所以那些裝飾品就完全不可以算在裡面 包括我們女生很喜歡的一些 盆栽啊 盆器啊 蠟燭啊 都不能算在居家用品裡面 所以我們不用去踏法這件事情 一樣呢 在列出10個商品之前呢 我把這些商品分了三大類 第一大類呢 是生活習慣類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在住進一個新的空間 或是你想要改變一個新的生活習慣 或生活環境的時候 那有夢都是很好的 你期待你可以每天早上很早起來 然後可能上頂樓遮遮花啊 晒晒太陽啊 這種習慣呢 是真的真的非常難改變 那到底跟生活習慣相關的這些物品 為什麼使用率極低呢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氣泡水機 這個呢 算是朋友送我的新家裡 那為什麼說我很少使用到它呢 因為我是一個不喝有氣飲料的人 除了啤酒 但是那時候我收到的時候 完完全全是一個滿心期待 覺得 沒錯 聽說多喝氣泡水對身體會很好 或者是喝氣泡水呢就是一個非常有質感生活的表現 我要學習試著像法國人像歐洲人那樣常常喝氣泡水 但是後來我發現它在我家使用率真的非常非常低 到目前可能真的用到兩次吧 然後兩次都是跟酒有關 因為我要調酒 但我還是非常謝謝那位送我氣泡水機的朋友 因為她也是一個非常有質感的女性 那我還是學習好不好 學習使用氣泡水機 第二個就是 那個釀酒機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高科技 是個黑科技吧 用手機APP 你就可以完全知道它裡面真空無菌的釀酒狀態 是神了 像我那個時候就釀過葡萄酒 把新鮮的葡萄 然後還有他們的酵母菌 還有糖 就是它有自己的Recipe 全部丟進去 非常簡單 但是它跟我的生活習慣有什麼大落差呢 就是 我是一個 現在想喝酒就要立刻喝的人 釀酒機 它的時間其實蠻長的 不會是那種 一兩個月前想說 嗯我一兩個月後來喝清酒好 我自己釀吧 我不是那種人 所以呢 第一是我想要其實喝酒 第二是它的容量太少 因為對於酒來說 我從前是一個蠻牛癮的人 現在有改善好多了啦 所以那個酒永遠不夠我喝 那時候就覺得 嗯可能釀酒機不是很適合我 我還是適合 各大酒商的通路 都可以跟我做朋友 我們比較合 第三個呢 是穿鞋凳 這個穿鞋凳呢 我覺得它很酷 它是我的軟霜設計師推薦給我的 它上面是一個皮革的坐墊 下面這個紙呢 對它是紙 它可以收起來 我都忘記它可以收了 它是可以收成這樣小小的 它其實就是一張椅子啦 但是我把它當作穿鞋凳 價格不便宜喔 好 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 嗯太棒了 新家就是要有個穿鞋凳 但是 其實我從小 我們家裡的生活習慣是蠻簡約的 就不太會有很多那種精緻 或是貼心設計的商品 就是 非常的土生土長鄉下的小孩啦 穿鞋子這件事情呢 對我來說就是一兩秒 其實 就看得出來 我愛遲到個性嘛 我通常都是已經 臨門一腳最後的關鍵時刻我才出門 所以我是沒有什麼先請意識 可以坐在那邊穿鞋的 所以啊這個穿鞋凳呢 也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 不太適合我過往生活習慣的東西 第四個呢 就是 滾筒是一個我一直 三四年以來 都很想要擁有的東西 去年開始看營養師以後 營養師就是跟我說 就是筋膜按摩放鬆啊 非常的重要 對於身體的體態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也沒什麼大問題 我知道它是一個好東西 我那時候就一心想著 我 可以 我要改變我的生活習慣 我要每天做一個 筋膜式的滾筒運動 放鬆 但是 說實在 它來到我家 過兩個月吧 營養師問我說 你有沒有開始用你的滾筒了 然後我就說 嗯 我的風膜都還沒開 對 好奇怪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以前會重訓 我知道了 因為我喜歡跟人互動 我喜歡跟教練一對一 然後聽教練的說法 我喜歡聽營養師 告訴我一些知識 但滾筒 是不是我也需要找一個人教我怎麼用 好 再來 第五個是什麼呢 是我前陣子才購買的 也就是我一開始跟大家說 我在洗澡的時候 眼睛撇到它 覺得 我是不是 好像才用過一次 就是我的 泡澡架 我的泡澡架呢 是一個木頭的 然後架在我的浴缸上面 那時候我買的好像是 兩個月前吧 我在淘寶買的 但是呢 就是當我在 買了我的泡澡架 來到台灣之後呢 缺水了 開始缺水停水了 這個時候 你還泡澡啊 就是水資源這麼不充足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做這種事情的 目前可能只是用了一次 可能是前陣子的時候 因為睡眠真的不是很好 然後 睡覺前泡澡放鬆一下 所以泡澡架呢 也不是說生活習慣的不同啦 單單純純就是因為 最近缺水 然後它被我列為 使用率極低的商品 第六 這個東西呢 我相信 非常多主婦媽媽們 或者是 小姐姐們 你們很喜歡 居家用品的 搜集的話 有可能都有跟我一樣的陣痛 就是 很喜歡搜集 餐具 餐具不是很常會用到嗎 沒錯 餐具確實很常用到 但是 比如說像杯子這種東西 它是非常漂亮 它質感很好 我家很多牌子都是用它的 El Kaito 好像是一個新加坡的品牌 然後它的設計也很簡約 跟我家的廚房的顏色很搭 好 它的問題是呢 我買了6組 而且我只用它在我housewarming party 入處的時候 用過一次 然後第二次是我表姐 他們家大大小小的小孩子來我們家 可能有8個人的時候我用過 同場加印呢 這個巨大的磁盤呢 一樣 我買了6個 還是8個 好荒謬 就 我那時候真的單 就是唯一的想法就是 朋友來家裡做客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這樣子的盤子 跟餐具啊 這樣才完整嘛 然後後來我發現 這個有點太大了 一個人吃西餐的時候是可以 但是 一群人來的時候 反而不行 為什麼 因為 我家的餐桌 這個餐盤如果放6個上去 一定會擠翻 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是中餐 我每次都是煮火鍋啊 滷肉啊 炒菜啊 招待朋友 我在什麼時候用到這個攀牌 根本用不到 接下來要分享的是下一部分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好 就是被後浪取代的居家用品 但是不多啦 兩個 第一個 是掃把 大家知道那時候我剛入處的時候 我緊急著要買很多的清掃用具 好像是因為入處的習俗 我要買吧 但其實我真的用不到掃把 因為第一我家有吸塵器 然後我家也有掃地機器人 還有我有時候也會請清掃人員來幫我打掃 所以掃把我真的很爽用 好 第二個呢 就是 因為呢 我家有洗脫烘衣機啦 所以其實我很少機會 會晒襪子 因為襪子我都會把它歸類為 可以烘的 那個衣物類 因為我是一個很懶得洗衣服的人 所以這個我真的非常少用 上面都是灰塵耶 然後另外 同一款的商品呢 我把它拿來曬我的乾燥花了 所以它還算是有用 它比這個還有用了一點 第三呢 大類就是 最好不要用到 但缺衣不可的居家用品 我覺得我這樣的分類實在是 太有道理了 我真的會是一個很會抓重點的人耶 第一個呢 就是 梯子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於 YouTube前面的觀眾 來說 這個東西在你們家 是不是必備的東西 梯子 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 使用率極低 但是就是會有這麼一天 你需要 到高處拿東西 我目前呢 只用過一次 好像是 拿我的那個 衣櫃最上層 又再上層的一個 棉被吧 因為它有疊了兩三個 以我身高 我其實是跳起來就拿到 可是我後來想想 這有點太危險 因為上面所有東西都會掉下來 所以我還是趴了梯子 梯子呢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必備的啦 但使用率真的非常低 然後第二呢 就是 通馬桶的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東西 它有個學名嗎 每人人家裡都有 但使用率算低吧 如果你家的 馬桶狀況是好的話 我剛開始住進來的時候 用過它一兩次 雖然我說過 我們家的管線是重新拉的 可是整個化粪系統 還是一樣是整棟大樓的 舊的那種東西 所以有些像這種 38年老房 你家裡面的馬桶 儘管是用可以水溶的衛生紙 但還是有時候會堵塞住 那目前對我來說 它的使用率也真是低的 希望它持續保持這個水準 我覺得很棒很棒很棒 好第三個呢 就是 我以為我們家不需要有的東西 但竟然 我有了它以後覺得超方便 而且它竟然使用率蠻高的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家有非常多的把手 使用時間一長一多一頻繁以來 它的把手啊 還有它的開關的一些地方 很容易會鬆脫 螺絲會鬆脫 所以真的要有這個 就是方便很多 你一般的螺絲起真的太久了 我說手動那種 推薦給大家 好像是小米的吧 它裡面有各種 喔很有一個 其實跟剛剛那個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覺得一樣也是缺衣不可的 一開始我想說我也不抽菸啊 我根本就不需要打火機這種東西 後來有一次好像是因為生日還是怎麼樣 有朋友來我家過生日 插了蠟燭 我發現我竟然沒有打火機 但是它一樣是在我們家使用率蠻低的 但是我覺得也是缺衣不可的東西 最後同享加印 要跟大家碎碎念的是 還有一些東西是用品變成裝飾品的 現在我也不會想要丟掉它 就算我很少使用它 但是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因為它真的變得非常好看 第一個我覺得有點奢侈 第一個也是好朋友送我的新家裡 它真的太好看了 但為什麼我很少用它呢 因為它真的音質 我覺得不是符合我心中的期待 但是它真的對於我整個 居家的環境白飾來說 實在是太加分了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電動腳踏車的小梅 為什麼說它從用品變成裝飾品呢 第一是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我們真的很少時間可以出去 第二是因為它只能自己一個人騎 我跟著我愛人想要一起騎車出去的時候 就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它沒有辦法載人 但是它又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存在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最熱門的新車長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 週五晚間九點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頭中頭站一點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李小鈴 全球正經週報 每週六日 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你也知道 這個池子的水呢 變錢 對它養不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股票啦 房價啦 都會往下跌 不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的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文化 掌握肩肉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 魚菲利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 好 他說